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张支付卡, 这张卡的话号称可以一卡予万卡, 经过我的实际测试可以顺利的绑定Velo, Manzon还有国内的双币中信用卡来进行消费和支付,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张支付卡就是来自英国的Curve, 它是使用了一种聚合支付的手段,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现在手头上有的万事达或者Visa的银行卡 来绑定到Curve的APP里面, 你在消费的时候拿Curve这张卡去进行刷卡, 或者去进行Apple Pay或者说Google Pay都是可以去刷卡成功的, 这样的功能对于拥有许多消费卡的小伙伴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 我这张卡目前已经顺利的申请成功了, 目前还在转运的一个途中, 经过我参考网上其他网友的一些评测, 在国内的一些各大的商场都是可以支持Curve的消费的, 但是像一些小超市或者说小的餐饮店目前是没有办法支持的, 我的个人网站也正式上线了, 因为我的频道主要是讲一些境外卡的办理, 境内外资金流转的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的话它是有很强的时效性的, 经常会有变更, YouTube的视频的话它一旦上传上去就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修正, 所以说我就开设了个人的网站, 我会把一些方法的变更及时的更新到我的网站上,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不想错过任何更新, 请一定要到我的网站去访问, 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 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Curve的一个官网, 我们它的官网是一个英文的,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 首先它讲的话它并不是一张卡, 因为它是一百张卡的一个集合, 因为的话你有可能的话去身上有很多信用卡, 但是的话你去别的地方去消费, 去直接把你的信用卡去给那个收银员, 这样的话你的一个卡号的信息, 你的一个验证码的一个信息, 有效期的一个信息都有可能在暴露在外面, 如果说被别人去记下来的话, 是很有可能会造成一种盗刷的, 所以说你用你Curve的这张卡去进行消费的话, 就可以把你自己倒刷的一个几率降到更低, 当然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出门的时候, 就不用带那么多张卡出来了, 只用带着一张就可以了, 你那个想要用哪张卡去消费的时候, 在APP里面去切换一下就OK了, 它提供的话是安卓和苹果的一个APP都是有的, 这边说是这边这句台词的话就是借用的是魔戒里面的, 是一张卡可以统治他们所有的其他卡, 就是其实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卡都聚合到这样一个卡片里, 这样在你刷卡的时候的话就会安全也会方便很多, 这个就是下面它其他的另外一些功能, 我觉得它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功能的话就是这个时间旅行的一个功能, 这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你今天在你购物刷卡消费的时候, 你选的是你工商银行的一张信用卡, 但是你付完钱回家之后发现, 如果我今天用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去买的话, 我的一个免息期的话是最长的, 我就想把我这笔交易改成招商银行的这张卡去付, 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去通过他后台的一个, 时间旅行的一个功能, 然后把你这张当时支付的卡去变换为招商银行的这张卡, 这样在下期的账单里面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你刷卡的时候选的是工商银行的卡, 但最后的话他记账并没有记在工商银行, 而是记在招商银行的那张卡上面去了, 这个的话就是他时间旅行的一个功能, 其他的话就是一些另外的介绍了, 大家那个自行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的话就重点带大家去看一下怎么样去申请这张卡, 我们首先的话打开客户的一个APP, 这边的话去选择创建一个账户, 然后输一下自己的一个邮箱的地址, 邮箱地址说完了之后的话发送一个email, 这里的话其实和盲撞的一个申请步骤是差不多的, 如果说你没有收到的话, 你可以到垃圾邮件里面去看一下, 有可能在垃圾邮件里面的, 我们在邮件里面点下这个链接, 然后的话他会跳转打开APP, 好,接下来的话是申请的一个流程, 这边的话那个谷歌的一个虚拟号码也是可以支持的, 中国大陆的号码的话它是不支持发送的, 所以说我这边试一下那个香港的一个号码, 好,这边可以看到是可以收到一个验证码的一个信息的, 我们直接把它输入然后进行下一步, 这边设置一个密码, 这个是你登陆APP的时候是需要输的啊, 这里是自己的名字去输一下, 邮编的话我们还继续使用上次我们申请monzo的那个银行卡的一个转运的地址, 我们这边直接把邮编去输入,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话你没有看到你那个邮编对应的地址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 你就随便先选一个, 然后到后面的话是可以更改你的邮寄地址的, 这边的话都点一下确认, 然后下面的话去选择一下你的一个工作的信息, 这边的话大家随便选就可以了, 影响不大的。 好,接下来的话他会让你去选一个卡片的, 然后不同的卡片的话他的功能和费用也是不一样的。 最便宜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免费的一个蓝卡。 好,设置一个卡片的一个PN, 也就是你刷卡消费的时候输的一个密码。 好,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你刚书的刚刚那个地址, 如果说你这边刚刚那个书邮编进去没有这个地址的话, 你可以去点下面这个添加不同的一个运输的地址,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的地址修改为你转移仓的一个正确的地址了。 这边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修改的。 好,我就直接快进过去了。 好的,确认过地址之后, 然后他会提示你去添加一个你的第一张卡片。 然后你点完之后的话, 他直接会调用相机去扫描你的银行卡片的。 这边的话他这边的话, 他是会先对你的银行卡进行一个验证, 我验证成功的话, 他才会进行制卡, 才会给你那个发卡。 好的,我这边去先绑下我Mozon这张卡。 直接去扫描一下就识别出来了。 然后的话那个他这边再去输一下有效期输下他的验证码。 好,我们看到这里已经绑定成功了, 然后的话Mozon的话这边也会发给我一个信息, 就是验证来一英镑。 添加完成之后的话就说你的卡还是需要进行一步验证的, 验证的时候他会给你消费1.38英镑的, 然后他后面有一个C一横杠, 后面那个那串数字需要把它输进去。 好,再确认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点后面的确认就可以了。 好,这边的话就是提示你的卡已经在制作的过程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Mozon这张卡已经绑定成功了, 已经可以消费了。 然后面的话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Cash的卡, 这个卡的话就是你通过他去进行消费的话, 他可以在很多商户有一个反线的一个优惠。 主要的话就是国外的一些地方, 我们能用得到的话就是在线消费的, 比如说亚马逊啦,苹果啦。 还有后面的Netflix和Spotify这些的话, 我们在国内也可以享受到一些服务是可以用的。 其他的话都是一些零售百货, 我们在国内用不到的。 就是你选择几个商户之后的话, 你在这些商户消费的话, 他会给你1%的一个反线。 我这边选择了三个。 好的,在后面的话我们去添加一下其他的卡片去测试一下能不能添加成功。 首先的话我去添加一下我的一个Velo银行的一个卡, 这边的话因为他卡的话是在背面的话, 卡号是在背面没有办法去扫描, 所以说我们直接去手书。 好,书完的话就可以看到他也是可以去顺利的添加成功的。 但是的话也是需要去验证的, 验证的时候他也是会给你发一笔扣款的, 因为我Velo里面暂时是没有钱的,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是不能够那个验证成功的。 好,后面的话我测试一下我国内的一张卡片。 测试一下那个招商银行发行的一个全币种信用卡。 好,这边是可以直接去扫描识别的, 然后其他的有效期验证码信息去输一下。 好的,可以看到也是可以添加成功的, 然后我们验证一下。 添加的时候他会发那个一英镑的一个交易, 然后马上会撤回的。 好,这边验证一下, 我们到微信里面去看一下有没有消费的一个提醒。 好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1.08英镑的一个消费, 然后他后面同样的话也是有一个验证码的, 然后我们直接把验证码给输进去。 好的,我们看到是可以去验证成功去使用的, 也是可以去拿它去进行消费的, 他这里的货币的话是人民币, 另外的话其他卡片你也可以去自由的去添加, 然后我去添加一下我的nit卡, 看可不可以。 可以看到nit卡的话是不可以的, 因为的话cover的话他只支持去添加借记卡, 还有信用卡, 预付费卡的话是不支持添加的, 包括全球付这些, 还有那个爱汇旅支卡这些的话都是不支持去进行添加的。 好的, 这张卡片的话你添加成功之后你在付款的时候去点击一下啊, 这张卡片, 这张卡片的话就是可以作为你的这个默认的卡片, 你在付款的时候就会使用这张卡去进行一个支付。 点击一下卡片的话可以看到他其他卡片的信息, 你也可以去改变你这张卡片的一个名字啊, 比如说这张这张卡片是我买衣服用的, 那张卡片是我旅行用的, 这样子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自定义的一个设置。 其他的话另外一些功能的话不是很主要, 大家去自己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张卡的一个申请的过程, 其实整体的话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他没有视频认证, 没有护照认证的一个过程, 他只是通过你的信用卡你的银行卡去验证你的一些身份信息, 我这张卡是在一个礼拜前申请的, 但现在他还是在制作的一个过程中, 整体流程是比较慢的, 需要大家去耐心的去进行一个等待, 之后的话这张卡也会寄到, 我那个之前的向大家推荐的一个转运仓, 等我收到这张卡之后, 我会和大家去进行进一步的激活的一个演示, 以上的话就是关于申请客户卡的一个全部的流程, 关于转运仓的话, 上次我推荐了那一家转运仓, 上次的话我做了一个如何去申请英国monzo银行的一个视频, 这次视频做完后很多小伙伴都去申请了这张卡, 导致的话转运仓那边收到的银行卡数量会激增, 所以说他们也加强了审核, 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小伙伴可能暂时没有办法顺利的去申请到这张卡片去寄回到国内, 所以说如果近期有办卡需求的小伙伴建议的话不是很着急可以缓一下, 因为目前的话转运仓卡这个卡的还是比较严的, 如果说比较着急用这张卡的话可以在某宝上面去搜索英国私人转运, 可以通过其他一些私人的地址来转运回国, 他的一个花费的话也是在300左右的人民币和走那个转运仓的价格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 所以说近期有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找那种私人地址, 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说你感觉到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帮我点赞并且点击旁边的订阅按钮,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更新的通知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